小五的小猫变大了 小咪,我去上学了 你乖乖在家等我回来 不要乱跑哟 走了,回来再陪你玩 臭兔子终于出去了 我要去他家里把他心爱的小猫抓走 小猫小猫,你的主人老是跟我作对 我要用黑魔法把你变成一只巨型猫怪 然后在樱花小镇到处搞破坏 哈哈,我的计划真是太完美了 就是这里了,看我的黑魔法 哈哈,这就是我的杰作 我现在就让这只巨猫毁灭樱花小镇 此时的小五正在上课,突然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 樱花小镇出现一只巨型猫怪 它到处搞破坏,请大家抓紧时间逃离 怎么回事,这只巨猫长得好像我家小猪 不行,我要赶紧去确认一下 系统系统,快帮我定位一下巨型猫怪的位置 来了老板,根本不用定位 这只猫实在是太大了 它现在在海边 那我要赶紧跑去海边 它真的在这里,果然就是我的小咪 小咪,你为什么变得这么大 老板,它是中了比比东的黑魔法 又是比比东搞得鬼,现在怎么把小咪变回来 能量已足够,马上恢复 哇,终于变回正常的小咪了,我们回家吧 小咪,终于变回来